今天也是鬼灭之刃的题材 今天这个视频将了解 每位上贤与鬼五十五惨的关系如何 我们从第六名开始 一直到上贤之一的黑死猫 相信我这段影片将告诉你 很多关于这些上贤之鬼的事情 例如他们是如何与鬼王相遇并成为上贤之鬼 以及更多其他的细节 话不多说 让我们开始吧 祭福太郎和舵鸡与五惨的关系 五惨与舵鸡的关系看起来很好 感觉五惨也蛮疼爱舵鸡的 但五惨对舵鸡的好只是做出来的 舵鸡可是非常崇拜和仰慕五惨 他面对五惨时会放下平常的骄傲态度 突然会变得十分谦卑 似乎被五惨的存在所吸引 舵鸡会无条件地听从五惨的每一句话 而且还会全力完成他交给他的任务 反过来 五惨是知道舵鸡很容易就被利用 他充分地利用舵鸡对他的崇拜 五惨会时不时就称赞他 还说他是最特别的鬼 说这句话就是要加强舵鸡对他的忠诚 实际上五惨从未对舵鸡抱有高度的期望 也没打算回报他的忠诚 他唯一会和他交谈的时候 是为了甜言蜜语地操纵他 让他帮他打败鬼杀队 五惨始终是舵鸡为工具 舵鸡在五惨心中是个不太出色 而且还不太聪明 五惨认为真正的只有继父太郎 只是让两人共享该上前职位 以便他通过舵鸡操纵继父太郎 因为他知道继父太郎只关心妹妹 所以只有上贤之六是最特别的 五惨都一直认为 继父太郎才是最有资格做他的上贤之六 当五惨声称他高度重视他 并期望他更加贪婪 冷漠和暴力而变得更加强大时 这一点就看得出 五惨对他的希望 就是继父太郎太溺爱自己的妹妹 这也导致他们被杀死的主要原因 全都是因为舵鸡是继父太郎的绊脚石 在数百年来首次上嫌之鬼的会议 五惨对待玉狐的轻蔑态度可是非常明显的 玉狐的傲慢和轻狂的个性 与五惨意怒和自恋的倾向发生冲突 导致玉狐恩抚五惨的情绪的时候 暴怒的五惨突然撕下了玉狐的头 这一幕表现了他的短暴脾气和自大喜 然而尽管发生这样残忍的处决 玉狐仍然对五惨表现得极度忠诚 完全没有表现出任何恐惧 事实上 玉狐可能心里有点变态 似乎对这个行为感到非常高兴 因为他把五惨对他的惩罚当作是某种奖励 尽管他在获得关于鬼杀队重要信息后 被五惨斩首 但最终他还是认为这是个性上的优点 后来官方粉丝书有揭示出 五惨对玉狐的艺术有兴趣 特别是玉狐制作淘气的艺术 对玉狐艺术欣赏是五惨罕见的情感表现 他以往总是对手下属置之不理 事实上 由于玉狐制造的糊可以在市场上取得高价 所以在这一点上 玉狐是五惨最喜欢的上嫌之一 半天狗与五惨的关系 在上嫌会议上半天狗总是害怕五惨 尤其是当五惨的情绪变得更加暴力 何不可预测时 他会不停地向五惨道歉 还试图安抚五惨避免进一步的冲突 半天狗的性格看起来很怕是 但五惨仍信任半天狗作为上嫌的能力 甚至在上嫌会议结束后 允许他跟随玉狐前往执行任务 后来得知为什么半天狗看到五惨会害怕 半天狗对于五惨的忠诚不是出于恐惧 而是出于真正的感激之情 他是看到仰慕的人而感到颤抖 当年是五惨拯救了半天狗 半天狗在某次偷窃失败后 因为害怕被扭送到凤刑所 而持刀杀死了举告他的人 之后他被凤刑抓进了监狱 并被判处了死刑 但就在即将被处刑的前一天 他在监狱里被鬼五十五惨赋予了血液 而变成了鬼 最终半天狗成功越狱并杀死了凤刑 从此开始为五惨效力 但半天狗不认为自己会很坏 半天狗认为五惨是第一个真正看到他的无忽 这使得半天狗对五惨产生了深深的尊重 即使他的分身和他的性格有所不同 但其他分身也是非常尊重五惨 当炭治郎成功击败半天狗时 五惨非常高兴半天狗的牺牲 那是因为得到迷斗子可以抵抗阳光的情况 五惨非常高兴地笑了起来 甚至还称赞半天狗做得好 反过来五惨将半天狗视为普通人 并认为他过于胆小和顺从的个性令人厌烦 但还可以忍受 名女与五惨的关系 名女和五惨的关系不明 但他本人表现出非常忠诚 解服从于五惨 这些都是真心的服从 而不是出自于口 他会无条件地遵从 五惨下达的每一道命 甚至毫不犹豫地跟随着他 在成为上贤之次取代半天狗后 五惨显然对于名女的血鬼术有成长 从而对名女也有印象深刻和欣赏 他实际上称赞了他的成长 甚至感谢他成功完成了任务 在全国各地找到鬼杀队的主 甚至还找到产物物药在居所 五惨称赞可是非常罕见的事情 因为五惨通常只是将上贤之鬼 视为可以随意利用的工具 甚至在和其他上贤互动时 五惨都是表现居高 零下傲慢和轻蔑的态度 名女可以说是五惨最喜欢的上贤鬼之一 因为他认为他的能力非常有用 然而当御使郎控制了名女的血鬼术后 五惨认为名女已经没用了 并毫不犹豫地杀掉他 他们第一次相遇的时候 一惨座当时一心只想出手 为了报复师父和未婚妻的死 而血血了敌对刀馆 五惨听闻这场毒杀 五惨以为是其他鬼造成 但他并未派任何鬼前往毒杀 这使得他感到困惑和感到好奇 并前往调查 在一惨座摧毁道馆后不久 五惨找到他 得知凶手实际上只是一名可通人 这让五惨感到惊讶 在一惨座威胁要杀了五惨 于是五惨快速地前进 并刺穿了他的头部 然后宣布要成立十二鬼缘 并问一惨座是否能承受他的血液 最终一惨座完全达到五惨的希望 还成为了上贤之三 这让五惨感到非常高兴 而且五惨还给他特别恩惠 根据同魔所说 五惨容忍并允许一惨座不吃破伤害女 甚至只让他执行特殊任务 这是上贤之一和二都没有的特权 一惨座可以说是五惨最喜欢之一 因为一惨座可是忠诚和认真对待五惨 童魔与五惨的关系 在继父太郎和舵吉死后 五惨召见全部上贤 五惨对待全员上贤表现非常不满 他同时还很明显地表达了对童魔感到失望 因为他无法找到蓝色彼岸化 也无法消灭鬼杀队和产无福家族 然而童魔却没有表现出任何恐惧和交流 甚至不怕五惨发怒对他施加的任何惩罚 事实上童魔本身也没有表现出任何 大多数鬼对五惨所表现的恐惧和尊重 他反而在与五惨互动时表现的状况重和幽默 接下来他热情地向五惨 请求是否应该把自己的眼睛挖出 或进行任何其他极端的自惨的惩罚 这进一步激怒五惨 因为童魔没有完全尊重五惨 反而过于轻松 他甚至不怕五惨惩罚他 所以五惨从来没有真正喜欢童魔 可能是因为他注意到童魔缺乏情感和欲望 只是看在他有那个能力才会把他留在身边 非死矛与五惨的关系 五惨最初遇到他时 当时他的名字还名叫记过严盛 严盛想成为像弟弟一样强大 但他知道自己不可能超越 他觉醒了班文一定会活不过二数的岁 他非常害怕自己即将死 最终五惨说服了他 让他知道成为鬼的好处 只要变成鬼就可以永远活下去并变得更强 而五惨也得到第一个会呼吸法的活 后来严盛改名为黑死 成为五惨最强大的国家 也是十二鬼中的上贤之一 他被认为是最接近五惨的人 五惨也是他为另类的伙伴 黑死矛作为回报变得极度忠诚于五惨 他成为上贤之间建立的等级制度的执行者 曾对攻击同魔的一窝座进行成法 他也和五惨共同消灭过直到日之呼吸的建设 以上就是五惨和上贤们的关系 可以说五惨会比较喜欢一窝座破名女 其余的都是因为他们有利益 所以才会把他们留在身边 你们对于五惨还有喜欢谁呢 欢迎你们留言告诉我 我们可以一起讨论吧 那我们下个影片见拜拜 我们下个影片见